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科体育场 瓜迪奥拉率领的曼城1比0战胜国际米兰 队时首次捧起了欧冠冠军的奖杯 终于圆梦了 作为球队老板 52岁的曼苏尔现场观战 见证了俱乐部加冕赛季三冠王的尾业 同时这个赛季也是彻底赚翻了 这次夺冠 让曼城成为第23支欧冠冠军球队 也是成为欧洲足坛历史上第10支三冠王球队 作为主帅 瓜迪奥拉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 在不同俱乐部夺得三冠王委约的主教练 至少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教练 对于曼城老板曼苏尔来说 7年之前高薪聘请瓜迪奥拉来到球队支教 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俱乐部 在欧冠冠军上临的突破 现在7年过去了 瓜迪奥拉出任曼城主帅以来 已经带队赢得14座冠军奖杯 包括一座欧冠 无座英超 赛后的瓜迪奥拉控制不住情绪 也是激动落泪 随着瓜迪奥拉带领曼城拿到欧冠冠军之后 曼苏尔作为老板 也是结束了15年的等待 让曼城这支球队 真正成为了欧洲豪门级别的俱乐部 除了容易之外 这个赛季的曼城 还给曼苏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据泰晤士报报道 曼城本赛季的总收入将超过6.5亿英镑 正式超越曼联 打破英超球队30年以来单赛季的收入记录 首先欧冠夺冠可以拿到1.13亿英镑的奖金 其次 英超夺冠产生1.72亿英镑的收入 接下 足总被夺冠获得500万磅的奖金 再次英超新转播拿到2700万磅左右的分成 最后 商业且比赛日 两大收入大约进账3.0941英镑 在此之前 曼城被视为超级土豪 因为瓜地奥拉买人花费巨资 其实 蓝月亮也会赚钱 本赛季是最好的例子 总收入将超过6.51英镑 超越曼联此前创造的英超球队记录 下赛季 曼城依然是英超 欧冠 足总被三项赛事的头号夺冠热门 瓜地奥拉肩负着带队完成威冕的目标 据统计 欧洲足坛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连续两个赛季 加冕三冠王的球队 现在 曼城有机会挑战这个神迹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